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妇女双王的水哥被好心的女护士长长发妹抱回了家 长发妹是市长的女儿 女儿莫名抱回来一个婴儿 让家人很是担心她的名誉 但是看着水哥可爱的模样便留了下来 没想到家里慢慢发生了很多怪事 鹦鹉和猫咪喝了水哥剩下的奶后 莫名死掉 长发妹想到水哥父母惨死的场景 难道跟这个孩子有关 突然窗外电闪雷鸣 因而车里的水哥突然迅速长大 一转眼都能走路了 大家开始怀疑难道是水哥的问题 于是把水哥隔离起来开始做研究 原来水哥的父母在化工厂上班 因此水哥的体内也含有剧毒 不但生怀剧毒还患有巨人症 只要打雷下雨就开始迅速长大 每长大一次身上的毒就利害几分 在经历七次换血后并没有什么用 就这样水哥被隔离了起来 经历了雷电天气后 水哥迅速成了青年的模样 这长大的过程真是恐怖呀 长大后的水哥连皮肤也有剧毒了 只要接触他都得死 对此国内外的专家们都束手无策 这天水哥想摸一下花园里开的正艳的花朵 可是刚一碰到花就都枯萎了 水哥再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他变得极其暴躁 警察将水哥所在的楼包围了起来 结果还是拿水哥没有办法 一个警察刚接触到水哥就中毒而亡 水哥直接梦了 警察也趁机把他关了起来 晚上水哥又开始狂躁起来 他体内的毒性全开 牢房的铁门都被他的剧毒所融化 水哥也趁机逃了出来 逃出来的水哥跑到了山上 好心的村民胡子叔得知水哥的身世便收留了他 胡子叔有个女儿小白 在两人的相处下 水哥爱上了他 为了让水哥恢复正常 小白建议水哥去河里洗澡 洗掉身上的毒性 但是当水哥一下水 河里的水瞬间沸腾 里面的鱼都被水哥毒死了 水哥再次抓狂 小白为了安慰水哥便亲了他 结果小白中毒死在了水哥的怀里 绝望的水哥抱着小白上了山顶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此时一道雷电闪过 水哥随即被雷劈死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早年称为童年噩梦的电影 影片用了特殊的手法来呼吁人们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也等于在救自己啊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独吻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